吹嘴巴 哈喽大家好 今天來跟各位說明一下 為什麼老師都叫我們不可以 鼓嘴巴吹樂器呢 那是因為當我們在吹奏樂器的時候 我們希望除了 上面牙齒固定之外 其他方向給予的力 包括下唇 包括嘴角兩側 這全部的力會均勻地 濕在你的吹嘴上面而穩固吹嘴 但是當我們 這個 鼓嘴巴的時候呢 臉頰鼓起來的力量 會跟這些力量成一個相反的方向 所以它會不利於你的肌肉建立 不利於你的嘴型固定 那由於是初學者 當我們還沒有習慣吹奏時穩定的嘴型的時候呢 這個會讓你 事倍功半 我們在學習上面會造成很大的問題 所以從今天開始 改掉我們鼓嘴巴的習慣 把這些阻力 通通都去掉 那我們開始用一個 上壓式固定好 兩夾集中 下唇不要太用力 穩固的 圓的受力的方式 來演奏樂器吧 下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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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唇